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在业余或者综艺上会有更多的自我表现 奥利给三连拍来了 在这个动作上 任嘉伦是很给力的 她的奥利给掌握得很好 觉得这个动作能够给别人激励 也可以给自己信心 在参加这些节目时 她有私下给自己信心 平时看上去活泼的人嘉伦 其实是一个很闷骚的人 她不太愿意跟不熟的人打交道 相反 她跟那些玩得比较好的人会更加熟 超级机智活泼 任嘉伦的机智活泼在别人看来是很好的 一方面 她可以很好地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 她也把自己活泼的一方面展现出来 有些人觉得任嘉伦真是一个在线营业的小可爱 把自己这些方面都展现给大家 一个很大方的人才不会跟别人计较那么多东西 像个大神一样 有些人觉得她堪称是大神一般的存在 她的存在可以给别人一种激励的效果 这个奥利给的姿势的确是蛮棒的 看到她这个姿势信心都会增加很多倍 任嘉伦是一个很喜欢激励自己的人 她在自己不顺利的时候能够给自己恰当地鼓励 一个懂得鼓励自己的人一定会懂得安慰别人 粉丝看来 综艺感妥妥的 表现力超级好 一个喜欢给自己加油打气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他们不仅对自己有信心 更加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信心 同时也表现出任嘉伦的综艺感的确是蛮不错的 看到粉丝们的夸奖之后 相信任嘉伦的内心是很开心的 一直以来她基本都是在拍戏 没有时间去参加这些搞笑综艺 现在得到了机会 自然之后会多去参加 在我看来 一个喜欢营业的艺人会想办法把自己所有的才能给展现出来 就像在这个综艺上 任嘉伦可以很好地把一部分技能展示 只是一个简单的奥利给姿势也能够给别人一种鼓舞的感觉 机灵 活泼和可爱是任嘉伦的代名词 也是她在探索事业道路上一种很好的表现 相信任嘉伦通过自己的营业手段之后 能够把自己更多的一面呈现出来 总的来说 这个姿势在许多女演员的作品中会有展现 她们很愿意摆出这样的姿势 这种机灵活泼的感觉 无一不是在展现任嘉伦的个人魅力 在有一些人看来 这种奥利给小女生的姿势不应该出现在男生身上 不知道你们看到任嘉伦这个奥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